再关心政治焦点 台大医师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的动向 成为政坛焦点 而面对外界询问 他的回答总是说还在考虑 不过柯文哲近来动作频频 不只主动发简讯通知媒体行程 出席演讲的时候也大谈时事议题 让外界感觉颇有政治人物 跑选举行程的味道 有吗 这都没有啊在哪里 不松口就是不松口 被视为台北市长热门人选 台大医师柯文哲出席民间团体聚会 明威分享欧美中之旅的心得 但谈的全是政治 我去大陆回来以后 我觉得考虑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我提出四个主战 为什么需要透过国民党去认识中国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为什么要从一个失败者的角度 去仰望他的胜利者 难道我们不能用一个平行者的角度 类似第三者的角度 重新去认识中国共产党 侃侃和谈颇有领导者的思维高度 虽然屡次帮民进党站台 为陈前总统说话 但谈起民进党的困境 柯文哲还是不改大炮本性 民进党除了没有党产以外 你跟国民党有什么负用 党内有派 派内有信 他没有包裹 他没有办法建议 所以嘛 因为民调支持只有13% 可是民进党支持度 没有超过35% 两个加起来不到50年 述都提及国家存在 是为人民服务 政府应该想想人民到底要什么 柯文哲50分钟的演讲 片刻不离政治 心知所向似乎越来越明朗 有灯TV成明念 李康轩台北报道 比赛 我们下 cs состо的 我们下期间就在公司 lain段 一小 Dis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